他的主要的可以做的事情 会在这个地方帮你做好分类 所以他可以做一些 比如说社群媒体 你的LINE贴文啊 你的脸书贴文啊 那他也可以做影片 做一些印刷品、简报 做白板或者文件 或者是他可以做网站 然后后面还有更多 这更多点下去这边会有很多 这里还会有一个往右边的箭头 那视觉图表就是我刚刚的 12345咖啡的冲泡步骤 那个折页、照片、拼贴等等 所以他的功能已经远超过 非常好色、非常多了 他们是不同层级的东西 所以什么日历啊 甚至你的那个Room的虚拟背景 什么都有 这个思维导图就是 讨论的那个底板 讨论表的底板 所以他可以 你有一些比如说你要 用亲自图 或者用那个一些讨论的模板 这里面都有 连环漫画啦 什么报告啦 什么都有 你可以慢慢去翻 如果这边找不到你要的那种类型 没有关系 你在这里直接输入关键字 比如说我假设我要做一个贺卡 那我在这边直接打贺卡 中文、英文都可以 你看这边就找到一堆贺卡的板 那重点是什么 你会发现他这个网下是无穷无尽的 无穷无尽哦 以前非常好色 可能一页两页就没了 对不对 这边无穷无尽哦 为什么那么多 因为他们跟全世界的设计师网站都有合作 所以这里面的素材来自于全世界的很多的 很有名的设计网站 所以不是几千几万就 不是这种数字啦 是可能是几百万的 没财数量 所以这里面就可以全部拿来用 所以你想要做什么 可以直接在上面搜寻就好了 好 那所以这个是他的板 他有各式各样的板 你做的各种的内容呢 会出现在这下面 如果你曾经做过档案的话 会出现在下面 左边是一些其他的功能 然后上面这里呢 是比如说你想要做一些 你想要学习 其实他这里就会有教育类 学校跟老师可以怎么用 或者在这个地方 他也有各种 各种学习的内容 所以他可以 你可以在上面直接知道说 我班级里面可以怎么去用 他里面有很多的案例啦 好 好 那我们先来做一个很简单的 我们先找一个空白的简报好了 空白简报页 那点进来之后这边 就选一个空白简报 请各位先 大概晃一下 点一个空白简报出来 我们来 先把那个很简单的部分先 交代一下 其实你一进来大概就知道怎么用了啦 因为那个界面都非常的清楚 非常直觉 还有任何问题要问喔 如果你不想做简报没关系 你就随便找一个版 找一个版来用就好 好继续喔